我就说我有个地方有问题 我就问他说 因为像我的部分有一段是 你们就是花 神秘中最珍贵的花 我想说为什么前面是花 会不会又是花呢 为什么 然后我问了之后呢 就得到一个非常强跟详细的说明 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子吗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想要让大家也能够跟我一样恍然大悟 我觉得我好像印象是录了一个大概十五分钟的录音 只为了讲三行的歌曲 对 而且说实在的原本没有想到原来含义这么的深 对 我跟你说是不是因为要抑郁 然后花又硬转讲花之类的 就不是 就是我根本就是 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更了解这首歌歌曲 嗯 嗯 那 好 好这个 珍珠奶茶特别做的 我这题目 那今天就是 珍珠奶茶 叫做珍珠奶茶 叫做珍珠奶茶 好下一次的那个社畜派对请再来 特条 对 特条 特条 你们只能够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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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为什么会就是有这个座坛呢 主要是就刚刚云南哥有讲过 因为他问了我其中一句 而且是在已经 专辑都录完 然后都已经开始使用之后才突然问说 这段为什么是 这一段歌词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所以然后讲了他们就就还蛮喜欢的这样 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听说一听到又又开始哭了 不要说是谁 不要说是谁 那当然一开始还是要讲一下制作短片 这首歌是我写的词曲 那编曲是维尼录音跟其他所有都是指望间工作室负责 那会写这首歌曲会有一些概念想要去说明或是阐述这样子 第一个是关于毕业 我想在座应该每个人都有毕业过 除非你小学都念不完 要不然你小学毕业 国中毕业 高中毕业 大学毕业这样 每一次毕业我们都这个哭哭啼啼的 或者是觉得说啊 这个过去好像就一刀两断了 但是我认为 诶 那我认为呢 毕业它是一个道点 而不是据点 它是总结你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经历 然后接下来你会有一个新的道路 那这首歌Begin 然后里面一直讲到的一个字叫做Star 就是星星 就是大家看到台上的演出者 每一个都是星星 那星星为什么会是星星呢 那当然这个就有点哲学的 因为它生出来基因是那样的 毛长太多 就是星星 不是 那我认为当然除了物理现象 或是我们讲说发光之外 我认为星星之所以为星星 偶像之所以为偶像 台上的人之所以发光发热 是因为台下的观众 你们喜欢 你们帮他们鼓掌 你们支持他们 他们才会发光 对台下发光 对台下比较亮 那再来第三个我想要在歌曲里面想要谈的是 关于梦想 那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你应该如何去实践你的梦想 那怎么样才算是实践梦想 那这个部分 我就是在这首歌里面都有提到 从你开始努力 然后你的心情转变 然后接下来发光发热 你做了你该做的努力 那你做了演出 那接下来就是台下的观众 也会给你回应 用他们的欢呼声 告诉你表现得好不好 喜不喜欢你这样子 那当然在讲歌词之前会讲一下 这个是一开始 三位要毕业的时候给的一些keyword 就比如说 我希望歌曲有新希望 然后是毕业的 那我们要讲的是下一步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然后再来的是再会 所谓的再会并不是再见 而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是一个斗点 那接下来我们各自努力 那我们会以什么方式再见面这个再会 那风格的话呢 就是希望不要太感伤 所以就是写一个比较欢乐一点点的毕业歌 而不是太感伤的 再来就是希望坚定向前 充满希望的曲风 对 所以如果有买这个写真书的话 里面的CT可以听听看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诶 如果还没买的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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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们帮上到 那除了这些以外 那当然因为是他们的毕业歌 在我的角度 我第一个会希望想知道他们三位心里到底想什么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你们对于你们的毕业 或是你们参与前一个团体 这个带在这个团体里面 你们所有的心得 请写一些文字给我 结果这三个人 就被我逼 写了一堆文字 然后很好笑的是 他们真的写得很认真 我也很明白知道说 他们在这几年 五年 八年 或是几年之内 他们想要 他们得到了什么 从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到 渐渐熟悉舞台之后 他们的心里想什么 一开始的梦想是什么 为什么味道上都有写 最好笑的是 我拿到这个 我一开始好开心 我觉得说太棒了 有这么多素材可以用 结果真的写歌以后才发现一个大问题 我必须把这么多文字 说成十五个字 去把它讲完 对 所以这个其实算是给自己一个大难题 好 那接下来就是歌词的部分 那大概会讲一些 挑一些部分出来讲 那像是我们看到第二行的verse verse 1的部分 就是verse的部分 就是主歌的部分 那主歌的部分 为什么刚刚一定会觉得奇怪 为什么整首歌 明明是应该是他们三个人唱 为什么我要唱一句 因为我唱的是爱里的部分 他今天不客前来 那我就比较坚持想说 你们三个人 艺人有一句你们自己的故事 那如果这一句交给不管是Yuki 或是交给云纳口唱 那可能都没有办法 就会模糊掉他自己本身故事的焦点 所以我蛮希望说是这一句就交给我唱 那像第一句是讲的是爱里的 他讲的是他上台的时候的状况 想起第一次上台的空白 每一声加油打气 就是各位的加油打气 都会给台上的人无比的安心感 这个大概是爱里他在演出 从一开始到最后 他的心得 他非常感谢所有人可以为他加油打气 如果你们有欢呼声 你们有鼓掌 你们有银功榜 对 或是新一点的 现在还有什么泡面 玉米 鸡排 便当 这个都是应援的好舞伴的 哇 我现在看那个影片太强了 第二行 想传达的话语 有听到吗 努力吧 即使再困难也要 朝着目标一直走下去 这个是 皮脑 在台上所有演出者 不管是不是偶像或是任何的人 只要有写歌 創作歌手也好 他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写了这首歌 他里面有他的概念 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一次一次次的演出 让你们知道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或是他的鼓励 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所有的演出者都会在意的一件事情 那往往这也是 比较没有办法去知道的 这实话就是 比较没有办法直接明白说 这个到底大家习不习惯 所以 你不知道这个话语有没有传到 但是不管怎么样 努力吧 再困难也要继续努力下去 那只要听到欢呼声越多 掌声越多 就代表说自己做的应该没有错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到第二页 我听我分开 结束 第二页的话 我们的verse 2 就是第二次的主歌的部分 那接下来就是youti 遇见你是生命中最幸运的事 像宝藏 想要一辈子守护 用信仰随时为你发光 会这样写 其实我这一句话隐含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是对观众 遇见你们是他最幸福的事情 最幸运的事情 因为所有人一开始在上台之前 可能都是没有自信的 但是自从上台开始 有舞台的演出之后 你们给他的回应 会让他知道他自己有多幸运 那这个东西即便毕业了 也会像保障一样 那这个 好感伤 就像某个人毕业的时候曾经讲 如果未来五六十岁的时候 你们看到他的东西 还记得他是谁 这就够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另外一层台意识在于说 Yukit也在他的文字里面有讲到 他很开心能够加入这样的团体 因为在这样的团体 除了完成他自己梦想以外 他也遇见了他觉得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所以这一句话 他其实是对观众 也是对他的朋友 就是他现在的团员 然后还有一些团体里面的成员 这样子说的话 这个主歌的部分主要是三个人 对 我要了一堆素材 只为了写15个字 分别15个字 超痛苦 好 那这次接下来要讲的 第二个是prechorus 就是主歌跟副歌中间有一段 翻桌泪水 再多跳一分钟 眼神的方向 朝着天空跳号 我们会成为最耀眼的star 还有第二遍 翻博日记 与反方向的钟 甜蜜的画面 只要愿意相信 就能成为最耀眼的star 这个部分在写的是他们练习的画面 他们练习的情况 要翻桌那种 再多跳一分钟 就是舍不得离开练习场地 这个非常明显 那接下来就是 翻博日记 反方向的钟 甜蜜的画面 其实这个是在描绘他们练习场地 为什么是反方向的钟 因为你看镜子的时候 你会看到镜子的钟是反方向的 那甜蜜的画面 就是你看着你镜子中间 自己跳舞的声音 你朋友跳舞的声音 你伙伴跳舞的声音 这就是甜蜜的画面 然后当然你一边练习的时候 你也要带着自信 我们这样子练习 有一天我们会发光发热 我有一天我可以展现 更好的自己给所有人看 那副歌的部分应该就比较简单 star 我们是最耀眼的星 因为有你们宁望着天空 这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星星之所以为星星 它之所以发光发亮 是因为有观众的支持跟鼓励 他们才有办法在台上发光 对 那 诊断大概就是在描写 跟观众之间的关系 然后再来是 precurs段的部分 诶 副歌 这个副歌跟副歌前那一段 那个star其实它是承接前后 能成为最耀眼的star 跟star我们是最耀眼的星 一个是期望 一个是在台上的时候 一个是上台前的期望 一个是在台上的时候 认定自己就是明星 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star它其实你要从前面开始唱或是从这边开始都是可以的 precurs段的部分两次precurs段的部分 这个地方写的这其实是我整首歌曲最开始一开始写动笔的地方 can you start can be start and we start迎接新的梦想 大家也知道他们是从什么团体 毕业的对那我一直认为之所以毕业毕业是这样子它是一个斗点 它并不是一个一刀两断所以在毕业的时候其实它是给所有的伙伴 所有曾经一起努力的伙伴一个鼓励 他们会继续发光发热can be start 但是每个人可能在你毕业之后你都会有人生会有不同的道路或不同的想法 你也需要往你自己的道路想法 所以不管是过去或是现在 不管是你或我任何人 我们都要往自己的方向继续努力 迎接新的梦想 那因为他们现在毕业了 他们当时毕业也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可能就再也没有演出 也可能单单飞比较好 不能这样讲 打落他 不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这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所以旅途即将踏上未知的前方 最后比较重要的两段 就是bridge部分 说声嗨从现在开始要踏出的每一步 都要绽放无语勒比的笑容 这一段其实是描写毕业当天 他们想要对所有观众说的话 他们不想要在当天不想要哭哭啼啼 希望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束 那今天毕业典礼结束之后 我们往前各位也往前 所有人都往自己的前方继续走 所以说说声嗨就是跟大家打个招呼 从现在开始踏出的每一步 都要绽放无语勒比的笑容 接下来就是这个 我讲了15分钟歌词的部分 你们就是花 生命中最珍贵的画 陪我们走过无助的光 之所以为花、画还有光 这个是写的时候是有一些原因的 这个花其实是讲的是从台上往台下看的画面 所以在台上的人 表演者他看到观众的时候 其实是一片花海 尤其当所有 当比较接触日系的音乐 那大家都会知道 尤其这个荧光棒一闪下去 对不对 对 荧光棒亮起来的时候 在台上绝对是 台上最美丽的画面 所以你们就是花 讲的是观众给表演者的画面 你们就是花 生命中最珍贵的画 这其实是应对到 Hinako最喜欢的一句话 一起一会 每一场表演都是一个特殊的 一个一段时间 不管是三分钟的歌 三十分钟的演出 每一场表演 每一首歌曲 都是最珍贵 每一次都不一样 那这个如果把它 抽象、具象 变成一幅 一个实体的画 我认为它就是一幅画 它是存在每个人脑中的那幅画 把它静止下来就是一幅画 所以你们就是花 这个画面 就是生命中最珍贵的画 陪我们走过 无助的光 这当然也是从 荧光棒 引申出来的 就是所有表演者 不管是偶像 爱豆磷地下 地上 天上 爱豆磷都好 或者是创作歌手 任何的表演者 我相信他们都一定会 有无助 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那什么 因为练习绝对是最痛苦的 就是当你没有任何回应 你练习的时候 这个一定是很痛苦 当然你很开心做这件事 但那个过程是很痛苦 很长的 你也不知道会不会有回应 那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支持他们走下去 其实就是观众的支持跟鼓励 尤其我们这个文化里面 最爱的就是荧光棒 那个灯 就像是灯塔一样 所以一支两支 当你眼前出现一百